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夫妻拥有了正常性关系 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之下 一年内人无法自然怀孕时 都会想自己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然而要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这才是好运的重要关键 今天我们邀请到亚洲大学附属医院 泌尿科邱宏杰医师 来给大家最好的建议 欢迎邱宏杰邱医师 邱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 泌尿科邱宏杰医师 邱医师 我们今天来聊聊说 奇怪 这个男生跟女生的问题 我们前面几集聊的都是属于男性的问题 今天我们把女性也纳入进来了 这女性跟男性 他们本来就有关系 正常的夫妻在一起 然后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 有baby 对 有的人结婚结了很久 然后一直等不到小朋友出现 那这个他们也会去找 一般来讲我们在门诊 真的想要有小孩的 我们刚才讲 我们的定义就是一年 结婚一年 然后没有特别去避孕 但是还是都没有结果 没有小朋友的话 那我们就定义为不孕症 那不孕症不是只有女生的问题 对 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了 科学上也这样告诉我们 男生不孕症大概占说 不孕症里面至少就30% 嗯 那其他的因素 包括有女生方面的因素 是 或甚至男女共同的因素 嗯 所以当光男生的因素 就占了大概30% 不要再把这所有的 呃生不出小孩的这个 过错全部关在 关于就在女性的身上 对 那今天我们就来 谈谈这个 这个30%的这个问题 男性不孕症的问题 男性不孕症的原因 对 那在男性不孕症里面 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会教病人做一个很简单的检查 嗯 经济分析嘛 对 经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资讯 啊 为什么会造成不孕 第一个 金虫数量过少 是 什么叫过少 就是 就好像我们想象说 我们在战争的时候 我们要去攻占那个摊头堡 嗯 你才可以最后越过这个 这个重重的关卡跟卵子相遇嘛 是 对 那你的士兵不够多的时候 你全部在前面都已经全部全数阵亡了 嗯 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定义是 1cc 至少要有2000万只的金虫 是 那当然有一些定义比较放宽一点 他说1cc 1500万只 我们都算他几个了 这样子 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金虫数量要够多 是 有些产生的 它真的太少 嗯 第二个 你虽然说数量多 但是 不会动 不够健康 不够健康 不够健康又分两种 一种叫做跑不动 跑不动没用嘛 是 它一直在原地踏步而已 是 所以我们又把金子分成四大 四种种类 我们分A B C D 四种等级 A级啊 我都形容它叫做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 这给我们的想 呃 这个想象空间就是这个非常 精实 对 那我们在 显微镜下看 这一类的金子啊 勇往直前 嗯 速度很快 这个叫做A级 嗯 那B级的话 我都叫做它叫正规部队 正规部队 它还是会动 嗯 还是会往前走 但是它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点 嗯哼 C级 叫留守部队 留守部队 就是 只在那个地方而已 留在原地不动 D级的话完全不动 嗯 所以A B C D 哪一个最重要 当然就是A级跟B级最重要 是 所以我们临床上也是看 A级跟B级加起来 至少要有50% 嗯 在你所有的士兵里面 大概50%才叫几个 嗯哼 啊临床上当然有遇到 就是它大部分集中在C跟D 那当然还是省不出来 哦 那这样怎么办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 你刚才讲到的 金子的健康除了动不动以外 还有什么 它的形态 嗯 会不会断手断脚 哈哈哈哈 所谓断手断脚就是 金子大家都知道它的形状嘛 有尾巴嘛 对对对 啊有些尾巴就是断掉啊 不太会有啊 嗯哼 但是尾巴这个形态学上 我们的定义会比较宽松一点点 嗯 大概说30%以上是属于正常形态 我们就算它及格了 嗯哼哼 但是最惨的叫什么 叫无金虫症 嗯 就是它虽然我们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 它打出来的里面一只虫都看不到 嗯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就是跟它所谓的 金虫的疏松管道有关系 嗯 跟它的基因 那些都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几个面向来看 它的 金子 到底不OK 哦 健不健康 那你刚刚讲说 它这个金子的生成原因 对 就是它 正常来讲 大家都 呃 男生健康的身体 原则上应该都是健康 应该有健康的 金虫 嗯 对 但是为什么会生成 生成会有异常的问题啊 是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两种种类啦 嗯 第一个叫做先天性的 嗯 什么叫先天性的 跟它的基因有关系 嗯 有些人看起来 哦 很健康哦 嗯 汗糙嘛 就厚了 是 啊但是它咽出来就是没有丑 嗯 为什么 它的基因型有问题 我们男生的基因型是什么 46XY 对 那我遇过46XXY 所以它变成它 金虫的生成就会有问题 哦 本身基因的问题 嗯 嗯 那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 荷尔蒙性的问题 是 那我必须要给观众朋友一个观念 金虫的产生 金虫从哪里产生 从睾丸去产生 是 睾丸它是工厂 嗯 那工厂上面还有一个总公司 嘿 脑下垂体 是 它会分泌一些荷尔蒙的讯号 给这个工厂 是 啊 我们叫做FSH啦 去除氯泡成熟激素 嗯 然后给这个工厂 工厂才会去制造所谓的金虫 嗯 那我们要去查说脑下垂体 有没有一些肿瘤方面的问题 哦 会不会影响到金虫的生成 嗯 那 再来 所谓的先天性的睾丸的问题 是 那睾丸会不会说 它以前小时候就有所谓的引睾症 那引睾症虽然你及时处理了 但是有时候这个睾丸的发育还是不好 嗯 它一直停留在小朋友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发育 嗯 那当然金虫的生成也会有问题 嗯 对 那就是所谓的先天性的状况 嗯 那后天的 包括说它以前有没有受过伤 是 哦 这只睾丸有没有碰撞 嗯 有小朋友有时候比较爱玩嘛 他说 那个睾丸不小心撞裂 嗯 这些都有可能 那 第二个 以前有没有反复性的感染 密尿道发炎 造成这个地方输精管 哦 副睾丸这个地方 副睾丸炎 那变成你的虫有可能会送不出来 哦 所以我们分成先天性跟后天性 那后天性在年轻人身上 有时候有一些年轻人 他可能他的 感情生活比较丰富 嗯 常常感染到一些性病 嗯 也会造成所谓的 就是睾丸跟副睾丸的发炎 会造成这一类的问题 你给他太刺激了 对对对 嗯 好 那这样子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这个分成先天跟后天的啦 对 对 那 通常呢 他们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来我们门诊这样子 哦 那当然就是什么样的原因 通常都是因为结婚完之后 对啊 要生小孩 要生小孩了嘛 啊生不出来啊 怎么办啊 有些当然就是他已经去 请老婆做完检查 老婆真的没有问题了 老公不得不来面对了嘛 嗯嗯 对啊 那我们就请他做一些 就是补孕症方面的检查 嗯 那我们会做哪些检查呢 第一个跟他讲 最简单 精益分析 嘿 精益分析怎么做 请他五天 禁狱 那因为你如果每天都有性行为的时候 那个验出来也不太会准确 嗯哼 那五天禁狱了之后 然后就自己把精益送来医院 嗯 那请三十分钟内送到 嗯 为什么 因为你太久之后 我们那个活动力验 还是会有误差 哦 嘿 所以尽早送到 我们尽早帮他做个叛毒的动作 是 这样子 那除了做这个经济方面的检查之后 其实我们在做理学方面的检查 理学方面 我说一定会请病人 稍微脱一下裤子 嗯嗯 我要看一下他淡淡的发育 哦 外观 对外观 正不正常 有些真的就非常小 表示他可能是没有发育的 嗯哼 甚至摸一下他塑精管 嗯 塑精管摸得到 摸得到 塑精管很有趣哦 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例如结扎手术 我们必须要去摸这个塑精管 它是一条很有弹性的 其实男生的观众朋友 你们在洗澡的时候 你摸淡淡在往上走 会有一条塑精管 那个摸起来的感觉就像橡皮筋一样大 嗯 会有弹性的 嗯 那我们就去摸一下塑精管的位置 因为有一个疾病啊 它会有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它会让两边的塑精管它是不发育的 嗯哼 那即使你有工厂 你做得出金筹 可是没有输送贷 是 还是没有用 没有销售出去 对没有销售出去啊 你的成品永远堆积在 睾丸里面嘛 对 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理学检查 必须要看的东西 嗯哼 那再来就是抽血 像我刚刚讲的 要排出一些荷尔膜的问题 嗯哼 所以会验一些脑下垂体方面的激素 是 密乳激素 FSH 醋绿泡成熟激素 这个都是我们要验的 嗯 嗯 您刚讲到这个脑下垂体 我就觉得很好奇 嗯 为什么这个 明明 明明它是在下面的状况 对 为什么是靠上面的 上面传达讯号 嗯 给工厂 请它制造产品 嗯 其实我们有两个东西都是哦 嗯 搞完制造两个产品 一个叫精筹 嘿 第二个叫男性荷尔蒙 嗯 也都是靠脑下垂体方面的 一个分泌的荷尔蒙 去控制它 嗯 那你讲到男性荷尔蒙 就让我想到了 因为女性荷尔蒙 会影响到女性的部分 对 就是 更年期 对 男生也会有更年期 也会有更年期啊 但是男生的更年期比较有趣 它不像女生 就是很一致 大概说在五十几岁六十岁 嗯 男生更年期的范围 拉得非常广 嗯 多广呢 从四十岁到七十岁 哦 三十年 三十年的任期 所以有些男生保养得已 七十岁还看起来 就笑人 嗯 你看那个谁 那个史恩康纳来 嗯 九十几岁在伦敦街头骑着脚踏车 还是很飘喷嘛 嗯 对啊 虽然他在疫情期间过世了 嗯 但是有些四十岁看起来已经白发苍苍了 那就跟我们的更年期有关系 嗯 那您刚刚讲说 因为金虫就是造成我们不孕的 一个 主因 重要因素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是会影响的 好 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原料嘛 啊 第二个会影响就是 你根本就没有输送带 对 嘿 就例如说 他的输精管 完全没有 是 或者是真的以前过去发炎之后 那个地方阻塞了 嗯 输精管阻塞 嗯 啊这个这个概念很好想 就好像女生 输卵管阻塞一样 是 嘿 他就没有办法送得出来 是 所以在临床上 我们也是会做这些检查 嗯 一个是原料的问题 嗯 一个是输送的问题 嗯 嗯 不孕其实 不只是金虫的问题 对 那他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 可能 好 环境的问题 嗯 例如说 有一些不孕症 我第一个会问说 你在哪里工作 嗯 他如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工作 哦 也会造成所谓的睾丸的生成不好 嗯 顺便提一个概念 大家为什么 男生的睾丸跟女生的卵巢 其实同源器官 在胚胎时期是同样的哦 嗯 只是因为女生发育成 女性的个体 所以它卵 它是卵巢 是 那我们的睾丸在我们胚胎时期 也是一样是在肚子里面 在胚胎时期 还是在肚子里面 对 但是它会随着我们胚胎的发育 慢慢往下掉 掉到阴囊里面 嗯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需要一个阴囊来保护它 嗯 它需要离开核心的一个温度 嗯 我们核心温度 大概就在35点多 36度嘛 那阴囊这个温度 大概在34度左右 嗯 它必须要低个一两度 它的睾丸的生成才会好 哦 不可以太烧 不可以太烧 太烧热的热当机 对 所以变成说 你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的话 那就造成说它睾丸的 这个工厂 过热了 嗯 它生成的 精虫的品质不会好 甚至有问题 油不动这些都有可能 嗯 那有一个疾病 精锁静脉曲张 精锁静脉曲张 对 精锁静脉曲张就是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睾丸 它是一个球体 是 旁边缠绕的很多的一个血管 嗯 当血管素过多之后 会造成什么 加热 是 那它的温度就会 升高 对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除了看单单的大小以外 顺便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精锁静脉曲张的问题 啊 这个临床非常好看 什么非常好看 很容易就可以判别 就是你在看它的睾丸 旁边好像虫卵一样 好像一堆蚯蚓爬在旁边 是呃 睾丸的外表吗 外表 其实它最严重 我们叫做第三度 你从肉眼一看 就看得出来 嗯 那叫做最严重的金锁 蚯蚯障 那第二度就是 我还有可能去摸才摸得出来 这样子 对 摸得出来是指说 它就是有皱 摸出来就是有一条一条 就是我们叫做 那个叫做蟲卵状 摸起来像蚯蚓状的感觉 除了摸到蛋蛋以外旁边还有一堆 类似蚯蚓的一个组织这样 哦 这个是医生的专业 对 这我没有办法观察到 但是也是要跟我们的男性观众朋友们 他们 洗澡的时候可以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对 你发现蛋蛋旁边的附属的组织太多了 那你有可能真的是金锁静脉曲张方面的问题 嗯 那造成金锁静脉曲张的原因是什么 好 那金锁静脉曲张 它造成的原因其实跟我们的解剖构造有关系 大家知道这个是蛋蛋 两边的蛋蛋 是 那蛋蛋的血流供应 当然会有动脉血打进来 蓝色这个叫静脉血要回流上去 是 那你看两边的静脉血回流其实不太一样 你看左侧的蛋 这是左侧 左侧蛋蛋它会先流到左侧的肾静脉 是 再进入到下强静脉 再回到心脏 好 那右侧的话 它比较顺 从右侧这个地方的静脉回流 回到下强静脉 就直接进入心脏了 是 那比较容易塞车是哪一边 左边嘛 因为到这里地方是呈现一个直角状的 所以它会很容易在这个地方阻塞 那会造成金锁静脉曲张就是回流不顺 或者是说它的静脉本身的一些构造 静脉伴有一些问题 嗯 那它常常回流不顺的时候 就会怎样像我们塞车一样回堵回来 哦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直直走 你到前面 要等红绿灯 要等红绿灯嘛 啊我施意图 我只有画一条而已 你就才想像说 它其实有好几条小的 在这个地方都回流 是 所以回流这些香仙小路 就全部都塞车了 嗯嗯 所以它会整个鼓起来 嗯 嗯 啊当然金锁静脉曲张不是只有造成不孕症而已 甚至更多的病人来到门诊 它的主注是它那个地方很脏痛 哦 其实它是会痛的 它会痛的 对它就觉得它站了一天之后 那个地方门门通通的 嗯嗯 那虽然女生 观众朋友没有办法体会到这是什么感觉 可是女生有一个现象 你们可以观察看看 女生有时候在服务业 站一整天 脚会怎么样 静脉曲张嘛 静脉曲张 对啊 你就想像这个静脉曲张的位置 到男生方面 它就是在睪丸的周围 嗯 哦这样子对他的就有比较深的了解 对 照刚才这个图来看的话 它就因为我们都是有 呃器官是有两边的 对 它两边是不对称的 对 邮寄它两边嘛 对 对 然后呃搞完它也是两边 对 它有一个照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这边的比较容易有问题 所以静脉曲张大概80%到90% 都是发生在左侧 嗯 那另外剩下10%才会发生在右侧 那那个10%是怎么样 它的结果构造方面的问题 另外 金锁静脉曲张 发 好发的年纪 应该要是年轻人 这回到年轻人了 对对对对 我们讲社会学北达是老年人 老年人的专利 中年以后的专利 是 那如果是金锁静脉曲张的话 大概好发的年纪 大概20到40岁 20到40岁 正当壮年时期 青壮年时期 对 那如果我们在临床上看到 他金锁静脉曲张 发生的年纪是560岁之后才发生的 这个时候反而我们要很注意 为什么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发生 为什么560岁发生 是不是后腹腔里面有肿瘤 去阻挡到他的回流 又是其他的问题 对他一定是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好好帮他做个检查 邱医师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还想说 嗯 好感谢 但是算是身体健康了 到后面才才产生这样的检查 其实不是的 对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年纪 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发生 反而是老人家才发生 例如前段时间 我也遇过一个是70岁 金锁静脉曲张 嗯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他是后腹腔有肿瘤 去挡到他的回流 所以才造成金锁静脉曲张 哦 还是要寻找很多的原因出来 对 所以他这个 好发的族群 其实就是留在年轻的部分 对 而且在这个台湾的比例也不低 大概也大概10到15%左右 坏 对啊 就是解剖构造的问题 嗯 那好发的族群 除了在年轻人身上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嗯 第一个 呃 长时间久站的族群 他的工作都要一直站着 对 为什么 地心引力嘛 嘿 我站着鞋 我会往哪里溜 对 往下溜 对 啊扣除我的双脚以外 我最低点是哪里 就是两边的蛋蛋嘛 哈哈 对啊 所以第一个就是 长时间久站 嗯 的病人 有时候久坐也会 因为你这样子 都不掉 不掉 他回流不顺 是 那第二个 负压 常常要用到负压的病人 啊例如他是运动员 哦 长时间腹部要用力 哦 他常常在锻炼这个部分 对 或者是他是货运行的工人 搬东西 搬东西要出力 也都会 是 或者他长时间有便秘的问题 都要带 那坐下去就要出力 对 那第三个好发的族群 就是他在于说 也是年轻人啊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新生活时期 会比较活跃 嗯 比较活跃 他当然这个地方 骨盆腔的血流 就会比较旺盛一点点 所以比较容易发生 嗯 但是在这个部分呢 我常常听到有 会常常想说 要交代这些年轻人 嗯 真的 呃 因为 您刚刚有提到 这个温度的问题 对 我记得 我印象中 我有听过人家讲说 男生尽量不要穿 厚 太厚 的裤子 主要是通风的问题 嗯 对 如果真的有 筋锁筋脉曲张 当然你可以提供一个 好的支撑心的内裤 是OK的 但是不要真的太过于闷热 嗯 环境 工作环境也是 但有时候工作环境 没有办法选择 嗯 嗯 再来就是回家的时候 你已经沾一整天了 那回家我要怎么做 平躺嘛 嗯 脚抬高嘛 做个姿势的一个回流 这跟女生一样 对对对 那女生如果真的有脚 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然后平躺 然后会拼 就是抬高 然后让它回流 会比较顺畅一点点 但是这个精锁静脉曲张 因为我们静脉曲张 它本身 女生的静脉曲张就是 呃我们要去治疗 可以治疗它嘛 对 它是会好的吗 会好 男生也会好啊 对啊 男生我们又分成说 他对于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品质 有没有造成影响 嗯 当然你问我说 刚刚我们提到 所谓的不孕症 哦 不孕症里面 唯一一个 可以透过手术解决的 就是精锁静脉曲张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把它 搞完附近的环境 把它弄好 嗯 不要有一堆血管 给它一个舒适的加 对 不要有一堆血管 在外面帮它加热 嗯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目前来讲 主流就透过一些 显微的手术 嗯 显微手术 我们大概在 腹骨沟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会开个 1.5到2公分的伤口 嗯 把精锁掉出来 嗯 然后把一些 真的比较粗的血管 比较不正常的血管 把它绑掉 嗯 让它可以朝 比较好的血管 去回流 嗯 那这个东西 是会改善的 哦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哦 这个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孕症 才去发现这个问题 不孕症跟疼痛 疼痛 来发现这个问题 对 哦 那有没有人直接就是因为 呃 他知道 他自己判断 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有 当我们国高中在健检的时候 嗯 哦 国高中健检男生都会做什么 都一定会有医生过去 这个磨蛋蛋嘛 是 啊其实他们是在判断说 外生殖器有没有异常的地方 嗯 所以当他摸到有严重金锁 肌脉曲章 他就会开转诊单 到我们咪尿科门诊来了 哦 哎 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判断说 他到底严不严重 是 啊当然如果他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先看一下他的 如果他已经高中以上了 嗯 我也请他稍微验个经历分析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哎 啊有 大部分妈妈 家长都会很在意 对 未来的生育的状况 嗯 要传宫接代啊 对 可能不好了 甚至我们会请他尽早去处理他 嗯 但如果他只是轻度的 筋锁肌脉曲章 本身没有症状 哦 那大概就是透过一些 生活的方式来调整 嗯 基本上还好 啊 我们会给哪些药物 哦 大概就给一些止痛药 嗯 送食剂 那就请他就是避免久站久坐 哦 这轻度的话是不需要开刀手术的 还有避免撞击 哦 对对对 有时候 连 国小 国中又喜欢玩一些阿鲁巴 哇这种游戏 对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游戏 那其实有时候最搞完是一种障害 还有 骑单车会不会 好 骑单车如果真的过久之后 嗯 然后再也它温度本来就会升高 嗯 嗯 另外也容易造成一些慢性色物腺炎的问题 对 它会引起其他的 对对对对 啊 所以后来 单车有一些厂商他们也 聚集 他们最近很聚集 在研发他们那个坐垫 啊坐垫 如何做的能够通风 舒适 不要引起不适的感觉 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一些研究的杂志 嗯嗯嗯 其实有这些的方向去做 就是研究 运动都是好的 对 但是就是我们要避免 不要过度 对 嘿 请求医生的协助 其实像之前我们推那种六分钟呼医生 针对女生嘛 嗯 我们都很其实很建议 各位男性的观众朋友在洗澡的时候 嗯 多关心自己一下 嘿 因为有时候不只是精索筋脉曲张 你如果发现睪丸异常大小 在年轻男性身上 甚至有睪丸来的问题啊 嗯嗯 所以有时候洗澡自己摸一下 真的觉得有异样 来门诊来 其实我们用超音波扫一下 其实问题马上就显出来 嗯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看完了今天的节目 相信您对于精索筋脉曲张的成因 症状跟手术的方式啊 治疗的方式 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如果你被检测出有状况 不论有没有症状 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 千万别因为不痛 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我们再次感谢亚洲大学 附属医院泌尿科 秋红姐求医师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全民的健康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每一讲东西 你在谁 demands 开敲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